鱼缸的水摇摇晃晃 水都洒了出来 整个地板全是湿的 花莲超商的吊灯更是晃得好像要掉了下来 20号上午9点42分 规模6.3地震 晃得民众人心惶惶 气象局地震侧报中心却响起这段音乐 特别的樱桃小丸子片头曲一出现 这可不是要看卡通 只要发生规模4.5以上的地震 地震侧报中心就会有这样的警报 侧报员不敢松懈 上警发条 全都跑向电脑前 透过定位站的速报资料做运算 30秒就得将镇央深度和各地的震度计算出来 还有人在一旁忙接电话 轩腾股声响起这是规模4.5以下的有感地震 今年1到4月份鼓声就有上百次 小丸子歌曲也出现21次 其中6级以上地震就有3次 今年台湾还有可能发生6级以上地震 希望就是不要再听到小丸子或鼓声之类的这样子 就觉得我们的童年怎么被毁灭了 放更紧张的音乐他们可能会更紧张 所以其实就是稍微 只要能够提醒他说有地震发生就好了 4.0地震地震侧报员更是在一下小丸子 一下鼓声此起彼落坚守岗位 记者林伟 庄金轩台北报道